第八十一集 说完,便叫人把三个婆子压了出去,这时正好车三娘进来,瞧见这一幕,便笑道 大侄女实在厚道,这事要是出在咱们帮里,出卖兄弟,泄露机要,历时便要开堂口,在官二爷面前三刀六个洞 单局本来还在愤愤的,听见这句话迟疑了下 这么厉害 跟在车三娘后头进来的小桃连忙接上 姐姐又心软了,是在你呛水的时候,喝得几乎断了气,那时也发狠说要厉害的惩治一番呢,感情是好来伤疤忘了疼 明兰看着单局善善的样子,一本正经的对着单局和小桃道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不是好汉的不要混帮派 凡是帮派里的,那都是豪杰英雄 顺便拍马,不费力气 车三娘扑哧就笑了出来,拉着明兰的手轻热道 大侄女真真是个妙人哟 三娘我走南闯北的,不是没见过大家出来的小姐,可没见过大侄女这般有趣的 明兰红着脸说了几句哪里哪里之类的,过不多会儿,一阵重重的脚步声,石坑顿顿的走了进来 刚一瞧见车三娘身上电蓝色宝像花蝉枝银丝纹的客丝被子,就眼前一亮笑道 三娘,你这身可真好看啊,显得你也不黑了,人也苗条了 明兰张大了嘴,这家伙也太不会说话了,回去定被老婆罚鬼搓衣板 谁知车三娘也不生气,笑呵呵道 是这衣裳好,人要衣装吗 石坑扯着妻子看来看去,连连点头道 回头咱去天衣阁做衣裳,不就是银子吗 车三娘笑盈盈的赞好 明兰见他们夫妻说得差不多了,恭敬地站起来,正声道 今夜若费嫌抗力,其帮李众好汉搭救 明兰和这些女孩们,怕是难说了 大恩大德不敢言谢,请收明兰一半 说着,脸刃下福,垂西几乎到地 小桃和丹菊也连忙败道 石氏夫妇连忙去扶他们,石坑还连声道 哎呀呀呀,不当事的不当事的,大哥的侄女便我自家侄女,如何能不救 明兰再三败谢,这才肯起身 车三娘生怕明兰再谢,赶紧岔开话题,问道 当家的,阿弟呢? 我叫她在外头帮忙,那些外伤她最拿手的 此时船上正忙,明兰叫丹菊出去 指挥仆妇们整理被翻得稀巴乱的各个厢房 小桃去找柴草来烧水煮茶 然后请了石氏夫妇坐下闲聊 明兰说话风趣,态度爽朗,语气又谦和有礼 石氏夫妇很是放松,不一会儿便聊开了 石坑本是江湖子弟,父侄辈都是在码头上捞饭吃的 车三娘原是海边渔姑,后家乡遭了难,便随着师傅出来卖谢 石坑后结识了石坑,便结为夫妇 明兰听他们说起江湖上的去世也十分新奇,听得津津有味 带小桃端了茶水点心上来,石坑润润嗓子接着说 大约两年前,他们认识了离家出走的顾亭叶 一见如故,便结了兄弟 石坑对顾亭叶的身手和人品赞不绝口 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顾亭叶如何英雄了得 如何帮助自己的叔父得了帮主之位 直说得口莫横飞 石坑夫妇粗中有戏 除了些要紧的帮物,大都说得很敞快 唉,大哥的日子过得也忒苦了 他便是不当侯府公子 如今也要银子有银子,要名声有名声了 何必还 嘿,照我说呀,妈娘嫂子就不错了 大老远的跟来,肯跟着大哥吃苦 对我们一众弟兄都和气热心,处处照顾着 偏大哥从不理他,宁肯自己在外头风餐露宿的 车三娘皱起眉头,连忙推了丈夫一把,制止道 你别胡说 不安地看看明兰,似乎担心丈夫说漏了嘴,明兰欣慰道 那娘也来了,她不是在京城吗,孩子带来了吗 石坑见明兰也知道,横了妻子一眼,放心道 你瞧,大侄女也知道吧 然后咧着大嘴对明兰道 大侄女,你可知晓,为何大哥那般贤物漫娘嫂子呀 明兰低着头,沉吟片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他做错了事 车三娘眼光一闪,心里似乎了然 那石坑却不以为然,还唠叨着 可大哥风里来雨里去的,总得有个女人照顾呀 我瞧着那漫娘嫂子,挺好的 大哥就给她个名分呗 大哥他大哥说得亲就好吗,不眼黄了 车三娘用力捅了丈夫一把,力声喝道 你个混汉子 知道什么 大哥屋里的事,你少掺和 你上回喊了他生嫂子 大哥半年都没与你说话 你忘了 大哥最恨他黏着,你还跟着起哄 石坑文言,大雄一样的身子缩了缩 摇头不言语了 车三娘恨铁不成钢地戳了下丈夫,轻骂道 你就是个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兴头起来,什么都敢说 转头对明兰笑道 大侄女儿,你可别听她瞎扯了 明兰浅浅微笑着,好言安慰道 无妨的,二表叔说的那门亲事,是不是盖南庆城的棚家 这一年来,为了给先帝守校,京城中庆绝了大部分娱乐活动 休闲生活异常空虚的结果是,八卦闲聊产业欣欣向荣 明兰兰试探着问道,既是没说成吗? 车三娘坠坠地看了眼明兰,见她一脸和谐,便叹息着低声道 大哥的那位侯爷兄长给说得亲,咱们去打听了,彭家虽说门户不大,但那家小姐倒温顺贤呀 谁知 那彭家也裴气人了,不愿意就不愿意,居然,居然想弄个旁支的庶女来抵数 当咱们大哥娶不着婆姨,要她们可怜吗? 干南庆城的彭家,原是锦香侯的后裔 太宗武皇帝时坏了事,被齿绝抄家,全族发还原籍 先帝即位后,虽没起赴他家爵位,倒也给了些赏赐 家族一直卖力钻营,可后来依锦还乡的爵位,还是给了新贵 他家终究起赴无望 但彭家与京中全爵到底有些老姻亲 加之家中又有子弟当着差,也没有没落 但说起权势来,还不如圣洪,下可兼查百官,尚可直达天厅 顾廷叶的婚姻线,也未免太坎坷了些 明兰听了后,沉吟不语,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时坑不解,大嗓门的叫起来 大侄女儿,你倒是说话呀 明兰本不想说,但时事夫妇都是直肠子的人 一个劲儿的催逼,明兰又不愿意违心而言 只好斟酌着语句,慢慢道 彭家想找旁的姑娘来抵数,这确实欺人了 不过,他们不答应婚事,倒也情有可原 石坑脸色仗得通红,粗着脖子立刻就要反驳 大侄女儿这话怎么说的,我大哥他,你干什么 三娘一脚踹过去,石坑痛呼着弯腰去抚小腿 却见到门口站了一个高见挺拔的身影 一脸大胡子的顾廷叶不知何时已经来了 车三娘已经坠坠的站起来 石坑呵呵干笑几声,走到顾廷叶身边 嘘寒问暖道 大哥回来了,那会毛贼定是收拾干净了,可真快呢 那是自然,有大哥出马,什么事成不了 夫妻俩一搭一畅,恭维的十分卖力 想要掩饰食材背后说人闲话,恰好被撞个正着的困窘 明兰也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老实的站在一旁,凑去的傻笑两声 顾廷叶静静地扫了石坑夫妇一遍 他们俩立刻额头冒出丝丝冷汗 顾廷叶也不说话,双手腹背地慢慢走进来,沉声道 外头没事了,你们赶紧启程吧,我交代两句就来 石坑夫妇似乎十分敬畏顾廷叶,一听见这句话就匆匆向明兰道了个别 走出房门,然后屋里就剩下尴尬的明兰和一脸大胡子的他二表书 顾廷叶找了把靠门的椅子,姿态沉稳地坐下 距离那一头的明兰足有十步远 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 坐 明兰立刻乖乖坐好,等候领导指示 顾廷叶语气和善,缓缓道 两件事,第一,今夜你落水的事外头不会有人知道 你自家奴妇回去后,自己料理 其余见过你的人,我会办好 明兰猛然抬头,目中净是欣喜 嘴角占出俊好的淡粉色 雪白的皮肤上跳出两个小小的梨窝 甜得像六月里的槐花糖 顾廷叶嘴角歪了歪 不过有一把大胡子的掩饰谁也不知道 他接着道 第二,不要提及我的事 只说曹帮率众来搭就即可 明兰连连点头 不论石坑对顾廷叶在江湖上的成就多么推崇 江湖就是江湖 在庙堂潮语上的达官贵人看来 这些与市井混饭吃的不过都是下酒流 不是为权贵所驱使,看家护院 就是充当背后势力的马前卒,拼打喊杀 侯府公子成了江湖大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红花会扛把子陈家落在江湖上再威风赫赫 可对世家亲贵显赫的海宁陈家而言 他也只是个不长进的败家子 还猪脑袋的学人家造反,提都不愿提 阿表叔放心 明兰立刻表决心,只差没拍胸膛 除了在小舟上喊过那一声 之后我并未提过您半句,绝不会有人知晓 顾廷叶满意的点点头 然后屋内一阵相顾无言 明兰看着坐着不动的顾廷叶,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好呆呆的去看旁边的那盏油灯 一窦灯光微微发黄 只燕尖的醋头带着些淡青色的晕光 似一弯女孩的促起的眉间 这时顾廷叶忽然开口了 十分突兀的半截化 为何情有可原 很奇怪的 明兰似乎早知道她会忍不住问这句话 她还是她 不论是仙衣怒马的京城浪荡儿 还是骆驼江湖的王孙公子 依旧是在襄阳侯府里那副追根究底的脾气 明兰早准备好了一肚皮的回话 保管让人听了身心舒畅眉开眼笑 正要开口忽悠 谁知顾廷叶抢在前头 轻轻加了一句 你让还念着我的几分好处 便说实话吧 敷衍的废话 我听了二十年了 被浓密大胡子掩盖的面旁 沉欲如深夜的江水 双目微测 竟然隐隐透着些许惨淡 明兰噎住了一口气 准备好的副稿被打断 泛男的不断拨弄绣口的绣花纹路 从顾廷叶这个角度看过去 只能瞧见他一节小巧白皙的脖子 润白如嫩藕般 昏暗灯光下 近乎半透明皮肤下 几条缠弱的青色血管 柔软稚嫩 女孩忽然开口了 声音却异常清冷 二表叔 当初你几次诚恳求娶瑜伽大姐姐 到底是为什么 金城里并非没有其他淑女了吧 顾廷叶愣了愣 没想到明兰会突然问这个 没等他回答 明兰自顾自的说下去 那是因为 虞家大姐姐素来温顺贤惠 千功俭让 事实愿以家人为重 这样一个妻子 定能容忍曼娘 善待数子数女吧 还有的是 虞夫人是妓氏 未必会全心护着妓女 听着明兰悠悠然 道明他当初的用心 顾廷叶一阵沉默 明兰微侧扬起头 女人家困在内宅的 一亩三分田里 整日琢磨的就是这个 这点道理 连我都能明白 何况旁人 这样一来 真心疼爱闺女的爹娘 如何肯 如果不身之二表叔的为人 却爱上赶着 欢天喜地着 愿和您结亲 那般 反倒要隐信人家 是否别有所图了 明兰的话点到极致 以顾廷叶的聪明 何尝不知道 他前有浪荡的恶名在外 后有不孝不义的劣迹 还想找个能宽容 外室数字的好妻子 凭什么 真心为女儿着想的人家 都不会要他 要他的 不过是奔着他的身份家族 不过话说回来 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权势地位 明兰看着顾廷叶 低沉的面庞 犹豫了下 轻声道 恕明兰见语 二表叔 您为何不索性娶了曼娘呢 你们到底多年情分 且又有儿女 盛大人家教果然好 女儿这般宽和厚道 明兰能听出 其中的讽刺之意 却正色道 不禁曼娘先前做过什么 她到底对二表叔一片真心 一不图财 二不图事 为的 不过是您这个人 这比许多人好得多了 你变得多快 以前二表叔依仗的 是宁远侯府 受之以会 自要遵从侯府的规矩来 可如今 二表叔的一切 都是自己撞来的 自可娶心爱的女子 又何必受人掣肘呢 顾廷叶神情冷峻 依旧缓缓地摇头 明兰欣慰地凝视着她 心里浮出几丝讽刺 这个男人 表面上再怎么张扬叛逆 骨子里 却依旧是个王孙公子 这种与生俱来的 骄傲和尊贵 早已刻进了她的血管里 一个贱级细子出身的女子 她愿意宠爱 愿意包养 却还是不愿托付中愧 她还是希望娶一个 门当户对的淑女 找一个舒雅闲静的妻子 能使大体 能相夫教子 能拿得出手 她表说 你虽瞧着一身反骨 满京城里 最瞧不上世俗规矩 其实骨子里 却是个最规矩不过的 她倒是始终头脑清醒 不似别的公子根 一被迷昏了头 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顾廷叶抬眼 只见明兰眼中 引路的讽刺 她微微一眯眼睛 还未等明兰再度开口 她便干脆的抬了抬手 制止她继续说下去 直言道 不必说了 慢娘心术已坏 电光火石间 明兰脑中一闪 脱口而出道 莫非于家妙姐姐的死 与她又干 话一说完 她立刻后悔了 忙不迭的 掩住自己的嘴 在法院工作就是这个不好 时时处处 从人家话里寻找疑点和破绽 已经找到便立刻提出来 人家的阴丝 如何可以乱说 顾廷叶的声音 冰冷的像明兰 适才泡过的江水 直动透了四肢 她威严的逼试着明兰 一字一句道 你再这般不知死活 迟早送了小命 对不住 顾廷叶起身而礼 转身就要走 走到门口 忽然又停住了脚步 转回头来 瞧着明兰 也奉送你一句 你的一举一动 虽然瞧着再规矩不过了 其实骨子里却嗤之以鼻 平时还能装的似模似样 可已有变故 历史便露了马脚 只盼着你能装一辈子 莫叫人揭穿了 说完 大步流星 转身离去 半场的门 只留下一股子冰冷的穿堂风 门外夜色渐退 天光缓缓泛清 水面近处 透着一抹微弱的浅红光泽 和灰暗的云彩交柔起来 砸成斑驳的钱彩 明澜站在当地久久无语 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这个要命的毛病 从小出生成长得平淡简单 天生胆小安丹 可枪子里偏又藏着一小撮热血 也想建议勇为一把 也想拔刀相助的冲一回英雄 所以她才会吃饱了撑着去支边 所以才会狗拿耗子的替燕燃出头 所以才会不知死活的留在船上善后 做出种种烂尾的白痴事来 姚爸爸曾护短地安慰女儿 不犯错误的人生不是人生 没有遗憾的回忆没多大意思 漫长的一生中 随着自己的性子 做些无声大雅的傻事 其实很有意义 明兰颓丧地低头 老爹啊 我都因公殉职了 那还算是小傻事吗 下一次再犯错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还是都改了吧 第八十二集 长吴和允儿回来时 看见明兰好端端地坐在软榻上 清点财物 单橘坐在一旁 温顺地拨着橘子 然后一半一半往他嘴里塞 小桃和绿枝对面坐着 对着账本 一个朗声念 一个挥笔钩 窗外天光水清 风景极好 小夫妻俩看得下巴都要掉出来了 明兰很镇定地汇报经过 收拾东西贼来了 跳水了 曹帮赶到 贼跑了 他们又回到船上了 简单扼要 明确概括 明兰觉得自己越来越有长白哥哥的风范 小夫妻俩好生歉疚 虽化歉意为动力 他们知道事情厉害 如不妥善处理 定会累积家族 便迅速行动起来 允儿到底是康姨妈的女儿 发落起来 手起刀落 一点也不手软 把一杆匍匐安顿得妥妥当当 该封口的 绝不会露出一句来 待到上岸时 一切都风平浪静 长松早已得性 帅一众家仆在码头上等候 兄弟相见 分外清热 允儿强撑着酸软的后腰也说了几句 然后被细心的婆子扶进一顶 蓝油布坠电红泥的车窖里 明兰本也想跟着进去 却被婆子扶进了后一辆车中 一进去 只见品兰正夏淫淫的捧着一个八宝果盒等着自己 两年未见 品兰面旁秀丽许多 身段也展开了 这两年 李氏居他越发紧了 成果显著 举止已不复当年浮躁跳脱 颇有些大姑娘的样子了 品兰早想念的明兰狠了 直到今日明兰要到 心里猫抓似的挠了半天 苦苦哀求了半日 才求得母亲和嫂子点头 叫大哥带着自己一道来接人 小姐妹俩素来相投 一见面就搂着扯拧成一团 你扭我一把脸 我捏一下你的膀子 嘻嘻哈哈闹了一会儿 直到外头事后的妈妈 不悦地中咳了一声 他们才消停歇 死丫头 姐姐可想死你了 品兰贴着明兰的胳膊 满脸笑红 明兰被扯得头发都乱了 正努力抽手出来拢头发 用力甩手道 你少揍我死 品兰恶狠狠地一姿牙 扑上去又是一阵柔搓 明兰既不如人 双手投降 小姐妹俩静下来后 明兰忙问起来 大老太太怎么样了 上个月原本好些了的 谁知天一入寒 又不成了 这几日子昏昏沉沉的 连整话都说不出一句了 大夫说 说怕是就这几天了 车厢内一阵沉默 明兰拍着品兰的手安慰了好一会儿 又问及自己祖母品兰扯出笑脸来 多亏了二老太太 常说些老日子的趣事 祖母方觉着好些 有时三老太爷上门来巡视 二老太太往那儿一坐 三房的就老实了 怎么个老实法 品兰清了清嗓子 装模作样的 说书先生般拍了下暗机 绘声绘色的学起来 三老太爷说 大侄子 当初老太公过世时 可把五万两银子存在大房了 这会儿该分分了吧 圣维说 这事儿没听说呀 三老太爷说 你小子小赖 敢对叔叔无礼 我这儿可还留着当年老太公的手记呢 圣老太太说 哦 是有这事儿 不过那年三叔要给翠仙楼的头牌 几儿熟身 不是预知了去吗 当初经手的崔家老太爷 应还留着当年的党记呢 回头我去封信取来就是了 怎么 你横眉毛竖眼睛的 还想对嫂子无礼 三老太爷就没话说了 圣老太太说 真说起来 当初三叔缺银子 便把我们二房那一份也支了去 我这儿可还存着三叔您的借条呢 如今咱们都老了 也该说说何时还了吧 三老太爷说 今儿日头不错 大家早些回家注意休息 天黑了 别忘了收衣服 那啥 我们先走了哈 哈哈哈 品兰和明兰笑得东倒西歪 浮在暗基上直乐的发抖 说起来 三老太爷 人家还能活多久 待他死了 圣维既是长房长子又是组长 组里基本可以说了算的 那时三房若还不能自己争气起来 整日闹得鸡飞狗跳 那长房可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车行了一个多时辰 眼看就要静震了 长松叫停了车马 在村口略坐歇息 车夫硬马俭修咕噜轮折 丫鬟婆子服侍奶奶姑娘们 与喜小姐 明兰和品兰玩事后 就快快赶回了马车 一上车 品兰就异常兴奋地扒着车窗口 掀开一线帘子来看 明兰祈祷 看什么呢 事才下去时 我瞧见了老熟人 啊 来了来了 快来看 品兰往后连连招手 明兰疑惑地也趴过去看 顺着品兰的指向 看见村口那边 一棵大槐树下站着几个人 明兰轻轻啊了一声 啊 的确是老熟人 一身狼狈的孙志高蹲在地上 抱着脑袋瑟瑟发抖 身上的长衫已然处处脏刺 旁边站了一个身材高壮的妇人 手握着一根大棒 孙母在一旁指着叫骂 哎呦 哪里来的婆娘 这么的霸道 男人去外头喝壶小酒 你竟敢打男人 瞧我儿子打的 打的就是他 孙母大怒 扑上去就要锤打那妇人 那妇人一个闪身躲开了 孙母重重摔在地上 跌了个四脚朝天 那妇人哈哈大笑 孙母索性躺在地上大骂道 哎呦 你这个作死的寡妇 刺打入了我的家门 三天两头的气婆婆吹男人 天下哪有你这样做媳妇的 见婆婆跌倒了 也就看着 寡妇摔了棒子 毫不在意地笑道 婆婆 我以前是个寡妇 可如今已嫁了你儿子 你脑还整日寡妇长寡妇短的 莫不是咒你儿子 旁边围观的村民都笑起来 指指点点 寡妇脸盘扩大门牙耸出 声得颇为彪悍 她当着一众村民 大声道 我虽是寡妇在嫁 但当日嫁过来时 也是带足了嫁资的 现下住的屋子 耕种的田地 哪样不是我出的 婆婆你白吃闲饭不要紧 好歹管一管儿子 她一个秀才 要么好好读书考功名去 要么就开个私塾 挣些树修 整日里东跑西窜 一会儿与人饮酒作乐 一会儿领上一群活棚勾友 来家胡吃一顿 凡事不理 我若不管着她嫌 回头又要卖屋卖地 婆婆莫非打主意 待把我的嫁妆败光之后 再去选一门亲事来 周围村民都知道孙家的事 听了无不大笑 有些好事的 还说两句风凉话 孙母见无人帮她 便躺在地上大哭大叫 大伙听听呀 这哪是嫉妇说的话 自来媳妇都是要服侍婆婆 讨婆婆欢心的 哪有这般忤逆的呀 还叫我干活 做这做那的 累得半死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有几个村里的老头大叔 看不下去 忍不住插句嘴 说笑话道 这么凶的媳妇 凶了不就是了 怎可这般带婆婆呀 寡妇脸色一黑 凶悍地瞪过去 奸生道 我已经是第二次嫁男人了 倘若谁叫我的日子不好过 我就死到她家去 放火上吊 谁也别想好过 那些男人立刻闭嘴了 瓜夫看着孙母大声奚落道 婆婆 你还当自己是什么富贵老太太呀 一大家子人 守着十几亩田过日子 村里哪家老太太 不帮着做些活 我不过叫你看着后院的鸡鸭 一不动手 二不弯腰的 你这还叫累 想过好日子 别休了你原来那才真媳妇啊 既有种休了人家 还舔着脸去想找人家回头 你别笑人了你 孙母想起 舒兰在时过的好日子 一口气被噎住了 瓜夫对着周围众人又道 各位叔叔伯伯 大妈大婶不知道 我这婆婆最是糊涂 先同我男人 娶一个再好不过的媳妇 人家也是银子宅子 田地下人陪嫁过来的 那媳妇半夜送茶 三更捶腿的 就差没把我婆婆 当王母娘娘来伺候了 谁知我婆婆还是不喜欢 整日欺负那媳妇 最终把人家赶走了 这样好的媳妇 我婆婆不喜欢 偏喜欢一个阿渣地方来的摇景 那句贱货两句话哄过 就把她当了亲闺女班 后来呀 那瑶姐给我男人戴了顶绿帽子 不说还生了个野种 莫了跟那奸夫卷了银钱跑了 我说婆婆呀 你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一改 自古良药苦口 中原逆耳 瞧我不顺眼 难不成又想寻个嘴甜的摇景回来当媳妇 寡妇虽粗笨高大 嘴巴却极为利落 一番话说下来 围观的村民轰然大笑 一些妇人几乎笑破了肚皮 再也没有帮孙母的 孙母气得浑身发抖 一下子扑到孙志高身上 一边捶打儿子 一边哭叫道 哎哟 你眼睁睁的瞧着你老娘被欺负欺负 也不出来管一管 我白生你了呀 孙志高抖起了胆子 指着寡妇道 百善孝为首 你怎可这般气婆婆 还敢与婆母顶嘴 当初我连那般好门地的都敢凶 当 当 我不敢凶了你吗 对 凶了它 才再找好的来 寡妇大笑三声 冷下脸来 高声大骂道 寻好的 你别做白日梦了 当初你们母子俩倾家荡产 乌处柔身 若不是我嫁过来 历时就要挨饿受冻 你儿子是个不能生子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念两句酸诗 还寻花问柳 你真当你自己是甘罗潘安哪 我若不是在家 鬼才跟你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还得往祖里过继 我还不知道下半辈子 靠得住靠不住呢 休了我 可以啊 当初我可是在 齐老理政那里写清了文书的 宅子田地 我都要收回来 孙志高气的满脸通红 羞愤难当 孙母心疼儿子 见周围的村民们都嬉笑打趣 拿古怪的眼神 看自己母子又羞又恼道 你这女人嫁得 好没羞没丧 这种事也是外头魂说的嘛 你儿子以前那些妾室 一个都生不出来 好容易那姚姐生了一个 还是个野种 还有 你前头那媳妇改嫁后 如今一个见一个生儿子呢 咱们还是先说清楚的好 让大伙都做个见证 回头你又拿无处的罪名给我安上 想要休了我 我可不宜 话说 舒兰似乎想要一雪前耻 改嫁后 小宇宙爆发 当当当当 两年生了两对双胞胎 三儿一女 如今正坐着月子 夫家从族中人丁单薄的家庭 一跃发达为人丁兴旺 公婆俩一改当初 有些不满她在家之身的态度 一看见媳妇就眉开眼笑 孙母气得发疯 提起地上的大棒子 用力朝寡妇身上打去 那寡妇侧身一闪 一把抓住孙母 把她推开 夺过棒子来 一下一下地 朝孙志高身上挥去 嘴里大骂道 你个窝囊废 敢出去喝酒寻花 敢乱使银子 乱交胡门狗友 不给我好好待家待着 打得孙志高 嗷嗷直叫 满地跳着躲避 挂夫神勇无敌 拧着她耳朵 边打边骂 孙母爬起来 想要救儿子 却又推荡不过 三人立刻扭打成一团 周围村民乐哈哈哈哈地 看着笑话 明兰看着孙志高 潦倒昏溃的样子 哪里还有半分当初 趾高气昂的傲慢才子模样 孙母一身的粗布衣裳 竟叫明兰想起 当初她满头金钗玉簪 绫罗绸缎 坐在圣家正堂上 当着李氏的面 熄落书兰的样子来 真是往事如烟 不堪回首呀 不一会儿 马车便要开动 长松知道前头 是孙氏母子在闹腾 怕他们又缠上来 便绕开了走另一条路 品兰趴着窗口 看得依依不舍 直到看不见了 才放下帘子 转过身来坐好 慢悠悠的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长长呼了一口气 明兰瞧她 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 笑着吐槽道 这下心里快活了 品兰过瘾的晃了晃脑袋 一脸的神清气爽 只疼瘟病 延年易瘦呀 这次回到盛家祖宅 全部复两年前 明兰来时的欢乐气氛 内宅进出的仆妇们 都轻手轻脚 不敢有半点喧闹嬉笑 明兰先拜见了 苍白寿靴的盛围夫妇 李氏一脸憔悴 都说酒病床前无孝子 可大老太太不是一般意义的母亲 她当年带着弱子幼女 历尽坎坷 才换来了今日圣府的繁盛光景 李氏作为掌房掌席 自得鞠躬尽瘁 这几个月下来 已经累掉了半条命了 父亲母亲服侍祖母病塌前 为师辛苦了 儿子来迟了 长吴祈祷在盛围夫妇膝前 允儿也跪在一旁 李氏连忙扶起儿子儿媳 然后拉着允儿坐在一旁连声 我的儿 你有身子在身 这一路已然累着了 待会儿见了老太太后 便去歇息吧 家里不会见怪的 允儿坚持不肯 圣伟也道 听你母亲的话 真是老太太原来交代过的 李氏转过头来 一手一边拉起明蓝和小长洞的手 连西道 好孩子 你们也累着了 赶紧随我来吧 走进大老太太的寝房 明蓝闻到了一股刺鼻的中药味 屋内正中 置了一个五层高的 流金八宝莲花座暖炉 里头的银丝炭 一闪一闪地亮着 外面寒冷 一进屋子骤然暖了起来 小长洞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明蓝轻轻抚着她的背 圣老太太坐在床头 看见自己的孙子孙女 原本宿木的神情露出一抹笑容 微微点头 却并没有说话 长吴已经一步上前 扑倒在床前 哀戚地哭道 祖母 宿儿来了 明蓝微微走近 只见大老太太满头白发 梳理得整整齐齐 眼眶深深地陷下去 鼻梁竟也有些塌了 她虚弱地躺靠着 双眼紧紧合闭着 听见长吴的声音 也只能微起嘴唇动了动 发不出什么声音来 最后 在汤药婆子的帮助下 艰难地点了下头 没过多久 又昏迷过去了 一旁服侍的文士 轻轻抹了抹眼泪 哽咽道 几日前期 祖母就说不了话了 只能演戏保重 今日啊 算是好些的了 长吴连忙躬身道 嫂子劳累了 第八十三集 因怕打扰大老太太歇息 众人便退了出来 回到正房坐下后 长吴夫妇和明兰长栋 给圣老太太建立 圣老太太问了几句 精诚可好 长吴都一一答了 李氏见外头 大乡小龙的一大堆 觉着奇怪 长吴支悟着 已抱了九个月 李氏心疼起来 儿子升任拔总后 他在娘家夫家 可没少威风 如今他家 也算要钱有钱 要关有关的 虽然伺候大老太太辛苦 但想到子孙将来 也会这般孝顺自己 什么都忍下来了 可这并不代表 他愿意让儿子 拿前程来孝顺 自所主张 在京里好好当差就是了 家里有我们和你哥嫂呢 朝廷并无明令 规之 尊备也要定优啊 好容易得赖的官 要是叫人顶了怎么办 圣维看了一眼 圣老太太 威严道 儿子是先与我说过的 虽说并无明令 但无根有这个孝心 总是好的 你别缠合 我心里有数 圣老太太正拉着 明兰的小手 左一眼右一眼的 巡视宝贝孙女胖瘦 闻听此言 微微一笑 冲着李氏安慰道 侄媳妇勿用担心 他叔早与忠微微上下 几个正副指挥使 打好招呼了 那位置给无根留着 若一时之间 家国设计虚人出力 上风也会夺情照付的 圣维夫妇大喜 立刻叫常吴夫妇 给圣老太太磕头 明兰很机灵 立刻上前扶起 堂兄嫂二人 连声道 嫂嫂有身子了 不好乱动的 赶紧坐下吧 娃哥哥秉心孝顺 以后不计仕途子嗣 都必能顺遂的 李氏见明兰这般识趣 说话乖绝 心里十分喜欢 从一旁的丫鬟手中 取过两个早已备好的荷包 分别塞给了明兰和长洞 又从自己腕子上 撸下一对翡翠镯子 给明兰套上 明兰见着镯子 色泽碧翠 通透轻盈 触及温润 通体竟无一丝杂色 端的是极罕见的上品 她立刻连声道词 历史不一 一脸慈爱道 好孩子 明年你就急急了 大伯娘是没法子去观礼了 这全当是提前给你的贺礼 不可推辞的 明兰回头 见圣老太太 微微点头才收下 恭敬的 福神道谢 一边下福 一边心道 大伯娘 其实您不用忧心 官场上的男人 都门精 虽说孙辈无需硬性丁幽 但武将和文官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在太平岁月 武将在或不在区别不大 还不如丁幽九个月 博得个好名声 反正圣红和长柏 会替他看着官位的 接下来 大人们有话要说 小孩子们就先出来了 小长洞骑了两个时辰的马 一开始还觉着好玩 后来就受罪了 大腿内侧肌肉一阵酸疼 长武早就叫了婆子备了药膏给他敷上 明兰本来想跟着进去照看 但被小长洞绷着小脸赶了出来 明兰看着面前 砰 关上的门 大为富匪 不就有只小鸟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我没见过世面 一出门 品兰正在外头等他 一见他 就扯着他的袖子 一脸凶恶道 把镯子交出来 那对镯子 是李氏多年的心爱之物 品兰早惦记许久了 最近真是倒了血霉了 前几日遇水贼 今日碰露肥 其实 李氏早给京城的三个兰 背了几几礼的 说着 明兰就退下镯子递给品兰 品兰兴致道 我听二嫂都说了 那水贼怎样 你见着了 明兰豪迈的一扬手 骄傲道 何止 我已一当时打退了一船的毛贼 品兰白了他一眼 接过镯子 笑嘻嘻的对着日头看了看 又放在自己万字上比对了半天 然后还是还给了明兰 明兰只收了一个 另一个塞了回去 咱们一人一个呗 品兰心里喜欢 但却不好意思 犹豫道 这是母亲给你的 怎么好 明兰拍着她的肩 调侃道 拿着吧 建议面分一半 不是你们道上的规矩吗 耍嘴皮子的结果 又被品兰的大力金刚爪揉搓了一顿 晚饭后 明兰随盛老太太回屋歇息 才有机会好好说话 谁知明兰刚黏上老太太的胳膊 嬉皮笑脸的还没说上一句 老太太便冷下脸来喝道 跪下 明兰呆了呆 老太太急言立色道 还不跪下 明兰赶紧从老太太身上跳下来 扑通就跪下了 然后房妈妈板着脸从后头出来 手里捧着一把令人心惊胆战的戒指 左手 老太太戒指在手冷冰冰倒 明兰怯生生的伸出左手 老太太高高扬起戒指 肃目道 可知错在哪里 明兰看着那明晃晃的黄铜戒指 心想她经常犯错 就不能给个提示先 一方的旁妈妈好心的提醒道 无省事 我二奶奶已经把路上御水贼的事说了 明兰无奈的闭了闭眼睛 云儿嘴真快 这一次她知道自己踩着哪处地雷了 低声承认道 孙女知错了 不该肆意妄为 想自己处于险境 知道就好 老太太铁面无私 认错只是处罚条例第一章第一节 接下来还有挨打训话 讲道理和罚超书一系列流程 如拒不认错 还有续集连拨 不过看在明兰改造态度良好的份上 简情处理 傻姑娘 老太太是心疼你才罚你的 方妈妈在明兰的手掌心 涂了一层枝子花香的药膏子 慢慢唠叨着 这回是姑娘运气好 都是自己人 事情又出在外头 京城和又阳都不沾边 但把上下都处置好了 便没什么闲话了 我二奶奶和老太太说时 老太太吓得手都打岔了 碗盖都拿不稳 事虽了结了 可姑娘真得改一改性子了 老这么着可不成 老太太闭上眼睛 都不会安生的 明兰心理上是个成年人 自然知道好歹 知道自己气着老年人了 也很过意不去 于是敷好了药膏子后 就眉开眼笑的溜进老太太的屋里 小土狗咬尾巴似的讨好老太太 一护坐衣 一护鞠躬 最后钻到老太太炕上 牛皮糖一般的黏着磨蹭 这几年下来 这全套撒娇卖乖的功夫 明兰做得熟练之极 老太太素来是招架不住的 再大的气也消了 实在气不过了 扯住明兰狠狠拍打几下撒气 房妈妈目测了下 估计内力气 刚够拍死个蚊子 到底大老太太重病卧床着 不然依着品兰的性子 定然要拉明兰上树下河捉鸟摸鱼不可 如今却只能老实的待在内宅里 明兰写字抄书 品兰就在一旁记账目 明兰做绣活 品兰就打算盘 一个刺绣挥毫的身姿秀美雅致 一个数铜钱算银票的很势快 残酷的对比照品兰抑郁了 明兰很真心道 其实我更喜欢你的活 每隔几日 圣云就会与太生一道来瞧大老太太 圣云在床头 看着奄奄一息的老母哭天抹泪 太生负责安慰伤心的表妹 不是明兰 品兰的确是大了 看见太生 知道脸红了 说话也不粗声粗气的使性子 对着姑姑圣云 也懂得温婉可爱的 装贤惠了 呃 不过就明兰这种专业程度来看 品兰且得修炼 寒风四刀碎入龙东 秘密的雪花片覆盖了整个庭院 大老太太到底撑不住了 屋里烧着熔熔的炭火 气氛凝重而哀伤 大老太太从昨夜开始就完全昏迷了 只有胸口微微的跳动 表示她还活着 盛围夫妇始终陪在病床边上 床边小机上置以银盘 内有几根细柔的羽毛 汤药婆子时不时的把羽毛放到大老太太鼻端前 试试是否还有微弱的呼吸 圣云浮在床前低声哭泣 不断地叫着娘亲 周围儿孙媳妇或坐或占了一地 只有允儿 因怕她过了病气 便免了她在床前伺候 忽然 大老太太一阵急促的呼吸 短促的喘息声呼啸在静谧的屋里 圣维连忙扑过去 扶着大老太太 娘 你有什么要说的 儿子和小妹都在呢 大老太太眼皮子艰难地动了动 舒然睁开眼睛 枯骨般的手猛地抓住圣维和圣云 挣扎地爬起来 拉黄枯瘦的脸上 泛着奇怪的红晕 娘 您怎么了 您说呀 圣云静静地 抱着大老太太的身子 哭问道 大老太太双目虚空 不知在看什么 嘴里喃喃了几声 忽然力声大叫道 红尔 我的红尔 七里的尖叫 把一屋子的儿孙都吓呆了 大老太太宛如魔症了一般 哑声嘶叫道 红尔 红尔 都是娘不好 娘 尖尖叫 尖叫声都吓 tienen 那钱就能快活了 没门 娘把她买到了 最下践的梅井窑子里去 她死后 错骨扬灰 报仇了 报仇了 笑声比哭得还要难听 明然无法想象 素来慈祥和气的大老太太 会突出这样异常狠毒的口气来 当初到底有多深的怨恨呀 大老太太气息微弱了 渐渐喘不上气来 游字滴滴吼叫道 人怀中 你 你重且灭气 为思索密 王国儿女姓名 我到阎王那儿 别要告你 言语中 满腔都是恨意 一阵尖锐的喘气过后 大老太太颤抖了几下 然后和尚双目 再无声息了 汤药婆子拿羽毛试了试鼻息 对着众人摇了摇头 盛维和盛云看着大老太太枯稿般的面旁 想起母亲这一生的苦难 放声大哭 一众晚辈也跟着哭起来 外头服饰的丫鬟婆子听见里头的哭声 都跟着一起哭嚎着 明兰低头浮在盛老太太膝盖上 滴滴地哭泣着 她并未受过那种苦难 但却觉得心头难以言喻的酸楚 一个女人的一生 就这样过去了 一切后事 都是早就预备好的 擦洗 换校衣 摄灵堂 出饼大脸 李氏和文氏料理得妥妥当当 盛围在乡镇里素有德名 莲若明老 多有抚恤 美美行善不落人后 且胡家也是英识的商户 丧事办得很是风光 请了五十一名僧众 坐足了三十五天的水路道场 右洋城里 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吊咽 上至知府 下到小商人家 无有不来的 盛围本想等等看 兴许圣洪或长百会告假而来 谁知待到出病之日还没等到 遂先行下葬了 几乎素来交好的人家 沿途设了路纪 花里胡哨的纪棚搭了一路 台关队伍绕着右洋 足足绕了一圈 最后在郊外圣家祖坟里下了土 丧礼后的第二天 外头传来消息 旧藩惋惜的京王扯其启事 直指当今天子篡召谋位 京王蓄谋已久 府兵器物都储备颇风 一时间万帝烽火变起 反其直指北上京城 事已从京畿到京陵的水陆路 拒已断了 崇德元年十月 北疆劫武之作乱 集结草原达旦残部 兵封直指京畿重地 嘉玉关总兵八百里加急奏本 武军都督府岁前两路大军复原 同年十一月 仁宗第五子 万帆京王谋反 清陵府兵及牟尼卫索兵是十万 北上反正 历史大惊失色 十万 大伯娘别慌 顶时连伙夫公族 七大姑八大姨都散上了 能有五万就不错了 曹操那百万雄士的真实水费 也就二三十万 常吴从座位上站起来 点头道 说的是 我仔细打听了 其实就三万人嘛 明兰走到常吴面前 疑问道 我记得太宗武皇帝 平定九王之乱后 便民力延迟 我朝藩王自亲王旗 府兵不得过三百 且无风土 无臣民 无利权 地方都司 要按之督察藩王行径 定期向荆棘汇报情形 怎么一会儿功夫 亲王就弄出三万兵重了 妹子不知 那亲王虽惹先帝嫌恶 早早的借往外地就藩 但先帝到底人厚 且金王生母家贵妃早逝 先帝不忍儿子在外受苦 便对金王的许多不孝行径 宽容得些 这些年 我在营卫里 也常听说金王在晚西 全是滔田 地方官吏 非但不敢言语 还多有帮助 那吴奥哥哥可知道 金王在藩地行径如何 什么意思 先说说他如何操演兵丁 金王生母原是先帝 也时奉国大将军之嫡女 金王就藩立府后 大将军送了不少能臣干将过去 府中有几个卫士长 颇有能耐 不过金王似乎更器重自家的几个小舅子 常带非妾家的兄弟来经索要兵器前两 那他带晚地百姓如何 金王要养这许多户从兵士 只靠藩王的俸禄如何够 便使先帝爷再宽厚多次 也是不足的 其余的只能百姓处了 还有 晚地的许多高门大户 多将家中女儿送入金王府为妃妾 这样一来 地方豪族自和金王绑在一块了 宁兰不可置否的弯了弯嘴角 再问 那金王平素行径后博如何 长吴被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绕晕了 只觉得这个小妹妹虽语气温柔 但句句问到要害 坐在上手的圣老太太皱眉不悦 轻贺道 明兰怎么说话的 一句干一句的 这是你一个姑娘家问的吗 第八十四集 明兰也不回嘴 只老实的低头站了 在座的圣家人都听得两眼发指 李氏和文氏目瞪口呆 长松张大了嘴 圣维听得入神 连忙摆摆手道 哎呀 神神不必责怪侄女 她问得好 我们这正一团江户呢 侄女和吴儿这么一问一答呀 我倒是有些明白了 就是说 那金王任人为亲 盘剥百姓 与将士也未必一心 这么说 金王谋逆 未必得逞了 明兰 你有话就问 这话是对着圣老太太说的 品兰也起劲道 是啊是啊 圣老太太看了一遍屋内 据是胜为自家人 最朝明兰点了点头 明兰预知的还有许多 便不客气的上前一步 对长吴又问道 二哥哥离京时 金卫指挥使司和五成兵马司 是怎么个情形 兵丁是否满园 器械是否常备 各个指挥使可有调动 这个长吴最清楚 立刻打倒 皇上登基近一年来 指挥使一级的 只调了两三个 不过 同志把总都统一级的 却换了不少 提拔了许多寒门子弟 我就是其中之一 上任后 我们陆续接了许多条整顿指令 不许吃空想 不许懈怠操演什么的 圣维神色异松 略有些放心的看了李氏一眼 明兰又追问道 那北疆的叛乱呢 京城出了多少人吗 我们行到鲁地时 我听说五军都督府调拨了大约三文之二的将士 明兰沉吟片刻 最后问了一句 那玉中和苏西如何 长吴知道明兰的意思 深叹一口气 这十几年来 京王每年回京几次 这一路上 那几地的未损和宗室藩王 聚和他交好 那乌尔哥哥还紧张回京效力 长吴捶了一下身旁的暗机 毁声道 那怎么办 文臣靠嘴皮子和暗头工作来熬资历 可他们五官最好的晋升途径就是打仗 上回的深沉之乱 就让多少像长吴一样 非熏贵子弟出身的低级军官上了位 明兰看着长吴一脸懊恼神色 心里暗暗替他补上想说的话 这清王也太猥琐了 要谋反也事先给个风声嘛 若早知道有建功烈的机会 他就不回来了 可现在 历世连忙过去俯着长吴的肩 慈心苦劝 吴二啊 打仗升官的机会有的是 如今外头乱成一锅粥了 你千万别出去啊 你媳妇还怀着身子呢 你可不能有个好歹 盛围虽然也希望儿子加官进绝 但到底心疼儿子也道 你母亲说的是啊 人最要紧 何况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哪边赢 盛围一拍桌子 怒喝道 死丫头闭嘴 胡扯什么 许你在这儿便是不当的了 品兰缩回脖子 不说话了 常吴满肚子苦水 含糊道 爹娘有所不知 我们武官讲的 就是富贵险中求 将士拼命 哪有不冒险的 平乱虽凶险 可比起北江西凉那种苦寒之地 如今这阵长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盛围不禁犹豫了 太平年月能在军中升官的大多是绝权子弟 像盛家这样在军中没有什么根基的 如此的确是大好机会 且武官和文官不一样 文官做到七老八十 背弯眼花 还可以老计福利 可武官吃的就是身体饭 若到六十岁 还没能混上个都统 那就 自从几日前得知金王作乱之后 常吴立刻往精灵打探消息 知道中原腹地一带已是兵荒马乱 常吴心急难耐的要反京效力 盛围和李氏吓得魂飞魄散 常松和文氏也一道劝阻 还找了盛老太太来压阵 当然 品兰明兰和小长洞 也浑水摸鱼的溜来了 盛围家里气氛比较温暖和睦 且规矩也没官患人家那么重 儿女在父母面前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没有如兰扯后腿 没有墨兰说风凉话 也没有王室的猜忌 明兰对着盛围夫妇反倒更敢说话 李氏还在苦劝不愿常吴去 常吴被母亲缠得不行 无奈道 娘 你不知道 京城繁华 凡是能在经济重地位数部队里 当个一官半职的 都是全局子弟 我还是靠着叔父走动 才谋得差事的 后来深沉之乱中侥幸立了点小功劳才能升任拔总 到地方为所上也能当个指挥签示了 杨 你可知道 若是实打实的在边关苦熬 没个十年八年的 能成吗 李氏结巴了 为难的 看着在座的家人 最后冲着盛围大声道 爹 你 你倒是说话呀 盛围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不知 说什么 他的眼光从家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去 李氏 长松 文氏 品蓝 他们的面色或有困惑 或有为难 盛围眼光一转 上手端坐的是盛老太太 一旁是明蓝和小长洞 盛围朝盛老太太一拱手 恭敬道 沈沈见多识广 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还多 侄儿请沈沈指教 盛老太太看了眼长吴 心里也犹豫着 摆摆手缓缓道 我一个父道人家 如何知道军国大事 要是你兄弟和百哥两个在 兴许能说出个子丑一毛来 盛围忍不住 瞄了明蓝一眼 回头又瞧了瞧长吴 长吴知道父亲的意思 父亲不便说的话 自然儿子来说 便道 明妹妹 你觉着呢 明蓝一直低头 站在盛老太太身边 听了这句话 很谦虚的回道 这般大事 大伯和哥哥们做主便是 祖母 伯父 伯母在上 我一个小女子 如何知道 侄女 你就说说吧 你们姐妹几个 小时候是与伯哥一道读书的 那庄先生的学问那般好 你也说说 盛围经商二十余年 与官商经济之道 颇为精通 官场上的派系 世家之间的脉络 他也能说个一二来 可于这军国大事 他真是摸不着边了 刚才要不是明蓝 那一连串明确犀利的问题 他还未必能明白 外头局势的厉害 这不能怪他 这时代没有初中高中 历史必修课 更没有铺天盖地的 网络历史军事普及帖 信息闭塞的古代 他一个商人 和几个内宅妇人 哪里知道这些 明蓝见圣老太太 朝自己微微汗手 执着地走出来几步 想了想 猜到 吴二哥哥的意思 明蓝知道 怕失了这 为国报效的机会 可二哥哥想想 此去京城 必然图金 碗 苏 玉 鲁 和静 这几地 而这几处地方 如今 怕是冰乱四起了 那些个毛贼山匪 自不会闲着 没准 也瞅机会出来 发一把菜 二哥哥如今 身边没有人马 了不起带上 些家庭相友 可这未必够呀 李氏听了连连点头 连声道 明竟说得好 吴哥啊 娘就是怕这个 若我不依乔庄 随百姓一路 亲戚小路而去呢 未必会遇上祸事 这也有可能 李氏脸色骤变 长吴倒有几分欣喜 谁知 明蓝下一句就是 可二哥哥怎么知道 定能报效成功呢 长吴不解 明蓝朝中间的 黄铜大暖炉 又走进了几步 好让身子暖些 微笑道 前头北疆作乱 后头 金王就举了反击 也不知是金王 伺机而动呢 还是随机应变呢 不过 如今反军一意北上 靠的就是筷子 只萧婉 苏 绿 鲁 和近武帝 都无甚阻碍 若能趁着金机空虚 等一举拿下皇城 改头换日 这事儿 便成了一大半 皇帝 对这个跋扈的五哥 早看不顺眼了 连着削了金王 好几项特权 不能开煤矿了 不能筑钱弊了 还要削减年缝 缩编辅兵 金王 心存反义 久矣 再说得阴暗些 再阴谋论些 再匪夷所思些 搞不好 北疆变乱 就是皇帝 自作的鱼儿 不过 明兰觉得 是自己 无厘头军师小说 看多了 这世上 没几个脑抽风的皇帝 敢拿军队造反 来做阴谋诡计的 李氏 嘴唇发白 京剧道 那 那金王能成事 明兰歪着脑袋 回忆道 当年庄先生 与我们说史时 曾说过 自古以来 王爷或藩阵造反 打的 都是清军策的皇子 可如今 这位金王道好 一气指向皇帝 可当今受伤 明明是先帝 策了储君 而后 禁告天地太庙才登的鸡 只这一条 清王便名不正 言不顺了 一般农民起义 才会直接攻击 皇帝是坏蛋 例如 张角同志的著名口号 苍天已死 皇天当理 如果是陈属造反的话 即使利害如中断了 圣唐基业的安禄山 他也不敢说 都是李隆基的错 只能说 老杨家好坏呀 好坏 励志老贵的还拼命吃 劳苦大众们 咱们一道去打奸臣吧 于是 安事之乱了 再加上 吴阿哥哥 适才受的那些 足见那清王 也是弱点不少 且圣上对 荆棘军备 整顿得十分得力 京城又城墙高后 未必就能攻得下 只需要拖延些时日 四地的秦王军队赶来 那清王 也就没什么戏好唱了 长吴洗上煤烧 更是着急的大声道 妹子说的对 所以我才要赶回去啊 明兰又轻飘飘的 泼了盆冷水 那也未必准赢啊 当年九王的军队物资名利 均数倍于太宗武皇帝 谁晓得 不过短短一年 就将武皇帝 一举剿灭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反过来覆过去的 说废话 圣维瞪了女儿一眼 也疑惑的去看明兰 只见明兰一脸苦笑 瘫着两只小手 为难道 我也不知道啊 这种事情 谁能说明白啊 这好比摇骰子 没开中之前都不知道 长吴黑着脸不说话了 明兰在圣维面前站好 斟酌道 侄女的意思是 京城变数太大 能不能到京城不一定 到了京城 局势如何也不一定 但吴尔哥哥又不好干坐着 不如去京陵吧 到京陵都尉府去效力 妹子弄错了吧 京王的军队都北上了 南边没有战士啊 是没有战士 但有流民啊 还有匪患 甚至还有浑水摸鱼的贼兵 长吴清晰一口气 沉吟起来 明兰一字一句道 庄先生说过 哪有兵乱 哪就有流民 京陵繁华附属 李婉弟又近 这回 吴尔哥哥去打听 不是也说那儿 军备松懈将士空缺吗 不论如何 保家护城 安一方百姓 总是没有错的吧 立士终于高兴起来 脸上有了些红晕 对 对 金陵离这儿 不过一个时辰的车马 一家人在一块儿 也有个照应 右扬 在京陵以南 又安全些 圣伟也觉得可行 转头 与长吴道 金陵都尉府 你识得不少人 你拿着中尉尉的 腰牌和文书去 尉府 给都指挥死的刘经历 写封信去 有圣红那个 专职告状的 御史书附在 想必 金陵都指挥司 也不至于 贪了长吴的功劳 此言一出 圣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个个都转头 劝说长吴去精灵 长吴被说得 晕头晕脑 对明兰迟疑道 真的会有流明吗 几天前 他去的时候 精灵看着 还很和谐呢 明兰掰着手指 数了数日子 这个嘛 等等看吧 长吴瞪着小堂妹 明兰很无辜的看回去 狗头军师 的确是个好职业 只负责出主意 采不采纳 那是别人的事 说好了功劳有一份 要是不好 那是老大没判断力 干嘛随便听信 军师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他让你跳楼 你跳不 众人散去后 圣老太太抓着明兰到跟前 轻声 刚才你说的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明兰点点头 反复回想刚才所言 应该没有超出 时代性社会性吧 那点东西 圣红和长白 或者任何一个 有眼光的文官 都能说得出来 圣老太太 表情很复杂 目光在明兰身上 来回溜了两遍 又轻问道 精灵真的会有流明 你有几分把握 明兰凑过去摇耳朵 完全没有把握 老太太愕然 明兰趴在老太太肩头 附在耳边 慢慢道 其实我赞成大伯母 性命比升官要紧 但乌尔哥哥 定是不肯罢休的 索性给他找些事做 老太太愣了半赏 精一道 那你全是胡说八道 哪有 前面一大半都是真的呀 就后面几句是缠了水的 精灵到底是陪都 城池高厚 流明哪那么容易进来呀 老太太憋了憋嘴 横横道 哼 小丫头 挺机灵的嘛 嗯 唉 也不知你父亲 和百哥他们怎么样了 千万要平安哪 嗯 孙女刚刚想到一件事 其实现在 叛军离我们 比离父亲他们近 若青王北上途中遇到阻碍 散兵游泳 便会直扑回来 攻打稍弱些的精灵 或是截略一番补充军饷 或是攻下城池 作为巢穴 所以现在 我们先担心自己 等金王打了几场 胜仗后 再来担心父亲他们吧 明兰 顿了一下 很好心的 又补了半句 这句话没掺水 老太太 刚刚探出去的气 又被哽了回来 她盯着明兰 看了半天 胸口心潮起伏 忽然觉得 自己一定 能很长命 岁入隆冬 春节将近 明兰打算送自己 一副对联 上连书 料事如神 下连书 铁口直断 横批 半仙 那日忽悠了一通后 长无一日就去了精灵 时局不稳的档口 多些五人来保家护院 总是好的 精灵都指挥史司 及周边五处畏所 都只恨能打的人太少 长无自然很受欢迎 连续五顿肥鹅大鸭子的 接风宴后 长无告假 回了趟右洋 妹子 你瞎扯吧 我就说南边没战事吧 我趴在精灵墙头上 这许多日子 啥事都没有 不过 精灵城里大户知道 外头战乱 都怕得半死 这不 半个月功夫 已经纳了三次成捐了 连我都分到了五十两银子 长无把一个沉甸甸的绣金丝布袋 丢在桌上 苦笑着 对于那些考兵想过日子的来说 这是一大笔钱了 可圣家子弟并不缺钱 李氏 李氏见儿子言语之间又流露出想北上的意思 苦于无话可劝 大冬天急出一头汗来 二哥哥你别急呀 你想啊 上个月才起的战事 流民用两条腿走 哪有骑马快呀 再等等吧 是吗 长无满眼怀疑的看着明兰 明兰用力点头 然后用仙境事迹鼓励他 用说书先生的口气道 想当年 五皇帝御驾清中乌良哈 树九寒天滴水成兵呀 拎着十万大军 在努尔干谷城 一等就是两个月 不骄不躁 终赚得乌良哈轻敌 几个部落精锐进出 后五皇帝一起将其剿灭 二哥哥 你学的是百人敌千人敌 说不定将来还要万人敌 耐心便是第一懂要紧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长无被哄得一愣一愣 当晚就回精灵去了 晚饭时 李氏一个劲的 往明兰碗里夹菜 云儿把原本优待孕妇的 两只鸡腿 都放进明兰碟里了 侄媳妇 你就捧她了 这小丫头 就一张嘴皮子讨人喜欢 呵呵呵 悲然 我瞧着侄女儿的话有理啊 这些日子 我也在乡里镇上走动了一番 请了各大户大族的齐劳吃茶 请他们此次过年莫要铺张 多存些粮食柴探 以备不识之许 到底外头乱了 盛围的感觉很灵敏 不过三日后 长吴托人带信回来 刘明来了 英亲王密谋篡位已久 急需巨额银粮充作军须 多年来 民间大字盘剥上行下效 各级官吏便与百姓敲骨西随 恰逢龙东时节 天降鹅毛大雪 百姓饥寒娇破 不堪困苦 流离失所之众 只得逃离晚地 遂刘明大起 流窜往苏欲饿干这几省而去 崇德元年腊月底 晚地五万流民汇聚精灵城下 官府开仓放凉 城中富户也大开周棚 广施柴探 容流民于城外名设过冬 长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因怕流民声势变乱 每开城门救难之时 都须军队护卫在旁 日夜周作不息 幼阳也于崇德二年的正月底 迎来了第一波难明朝 好在盛家早有准备 连同县里其他几户大族 临时搭了许多窝棚 耗上流民容身 一日两次舍舟 再找出些不用的棉被棉衣 给他们过冬 明兰也随着李氏坐在车窖里 出去看过 回来之后难过了好久 在衣食无忧的现代长大的孩子 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番光景 鹅毛大雪满地冰霜 许多老人孩子都只穿着单衣 哆嗦着挨着一小堆火取暖 皮肤冻得降紫 小孩满手满脸的冻窗 一双双饥饿的眼神 木然地盯着那一碗冰冷的薄粥 仿佛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窝棚里没有大哭声 只有熙熙落落的抽气声 母亲抱着滚烫发烧的孩子 奄奄一息地连哭都哭不出来 一声声微弱的呼吓 让明蓝的心揪到了一块 小桃回忆着模糊的过去 说得很平静 我家乡那会儿就是遭了水灾 家里的田地都淹了 没收成 没吃的 弟弟又生病 弟娘就把我卖了 听村里的舒太公说 本朝的日子还算是好的了 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田地 不用交租 前朝大乱的时候 百姓哪有自己的地啊 都是大户的 但凡有些天灾人祸 交不起一文钱的地租 便要卖儿卖女 挨饿受冻 明蓝微微点头 一个王朝越到后来 土地均并越严重 带到农民活不下去的时候 便改朝换代 一切重新来过 清桑的情绪也很低落 低声道 我家里原有十多亩地 风调雨肾的时候 一家人也过得去 可那年来了个县令 见天的寻民木要钱 还乔上了村里的银花姐姐做妻 银花姐姐家里不肯 她就拿了银花姐姐的爹爹哥哥去 说他们是刁民抗粮 关在牢里用刑 银花姐姐第三日 就进了县令府 谁知 她爹爹哥哥熬不住行 早死在牢里 乡里人去论理 县令的管家说 睡也睡了 别自讨没去了 后来 亭花姐姐一头撞死在县衙门口了 明兰心头惨然 真是破家的县令 灭门的浮影 这年头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宛如一张博纸 一点天灾人祸就能捅破了 明兰忽觉得 自己这一胎投得不错了 绿枝听了半天 没抓住重点 这关你家什么事啊 银花姐姐 是我哥哥没过门的媳妇 众人皆肃然 秦桑拨了拨炉子里的炭火 火光照着他平淡的面旁柔和起来 我哥哥气不过 要去拼命 被牙医们打得血肉模糊地撵出来 爹爹也气得生了病 家里两个男人要瞧病 又没了劳力 哪有这许多银钱 祖母说 不能卖地 等男人们好了还要种的 只好把我卖了 一起卖的还有银花姐姐的弟弟妹妹 也不知他们现在哪里了 丹菊轻轻问道 你还记得那仙灵叫什么吗 秦桑摇摇头 双环上的绒花轻轻抖动 不记得了 那时我才五六岁 只记得我离开时 村长和李正商量着 大伙凑些银钱 一定要叫村里头出个秀才 以后受欺负时 也有个能说话的 后来听说 那县令叫人告了 抄家罢官 还充军发配 我高兴极了 可惜 银花姐姐家 已经家破人亡 屋子田地都荒芜了 再没人提起他们了 众人心里一片难过 沉默了许久 秦桑又快活起来 笑道 前两年 家里托人来了封信 家里建好了 大哥二哥都讨了媳妇 弟弟在念书 我爹娘还说 等光景好了 就赎我出去 我说不用 我在这儿好着呢 一个月 有两三钱银子 比爹爹哥哥都赚得多 我都攒下带回家去了 好多这些田地 明兰一直静静听着他们说话 这时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家里宁肯卖泥 也不肯卖地 你不愿他们吗 秦桑笑的脸微微发红 怪过一阵子 后来就想开了 有弟 有爹爹 有哥哥 便有了指望 娘也是千打听 万打听了后 才卖了我的 我的命好 能进到咱们府来 不打不骂的 还福气 服侍姑娘 这许多年来 吃好的 穿好的 姐姐妹妹们都和我好 有什么好埋怨的 明兰不禁争了争 秦桑在牧苍斋里不算得用 模样性情都只是平平 既没燕草粥到仔细 也没绿枝爽利能干 因此月钱和赏赐也排在后头 可听她的语气 却对生活万分知足 说起家里时 更是一片眷恋留恋 这般温厚老实的人品 便是十分难得的了 明兰第一次见识到 底层老百姓的善良诚恳 他们就像脚底的泥土一样 卑微 却实在 明兰心里欢喜 便笑道 说你家里真的光景好了 不用拿银子来书 我放你出去便是 想必你爹娘连姑爷都跟你说好了 到时候我再陪你一份嫁妆 秦桑脸红成朵胭脂色 跺着脚休脑道 姑娘 这话你也能浑说的 我告诉房妈妈去 笑声终于吹散了阴霾 明兰屏过老太太后 把自己平时存的私房钱 拿出四分之三来 小丫头们也凑了些零碎银子 全买了米粮棉被 去周济那些流民 这些年攒的钱都没了 这下心里舒服了 难不成插你这一份 外头就不会冻死人了 盛老太太 似笑非笑地看着明兰 明兰认真地点点头 孙女知道是杯水车薪 但尽我所能 做我能做 也便如此了 听乌尔哥哥说 待到开春后 官府会统一安排他们 愿回原籍地回去 没处可回的 便去开荒墾地 落地生根 指望他们 能熬过这一冬吧 老太太 搂着小孙女 面露微笑 轻叹道 小傻瓜哟 重得二年正月底 晚东 浙溪 苏南 及苏西 几处山匪成唤 常劫掠逃难的百姓 攻略防备松懈的城镇 所到之处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兼之流明 无处可去 遂落草为扣者 甚重 长吴和一干热血将士 几次请命 希望令卫索兵营 出城剿匪 拒被精灵之府 和都指挥室 押了回去 如今外面刀兵四起 精灵谨守城门 还来不及 哪里敢开城剿匪 长吴几次请命 都被驳回 气急之下告假回家 甚为担心儿子 与上司闹僵 劈头就说了儿子一顿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与上风 横眉毛竖眼睛的 收手性子 官场不好混的 爹 我怎么会如此 兄弟们都拍桌子摔酒杯的 建言胡指挥使大人 就我没说什么 长吴 耿着脖子 脸色胀得通红 就是因为如此 我才要告假回家的 不然 哪有脸见兄弟们 二哥哥别着急 你又不是精灵直属的五官 不好多劝也是对的 对了 如今外头战事如何 我瞧着咱们南边还算太平 莫非京王北上一路顺利 他做梦 常吴脸色十分不屑 就那帮乌合之中 声势闹得到大 不过是无能之辈 刚一入鲁地就吃了败账 大军被对半截断 后一半去到徐州 又吃了个山谷埋伏 前一半逃窜去了庄州 估计也差不多了 此言一出 屋内众人都神情一松 盛围长松父子 护士一笑 总算放下些心来 老太太数着念珠微笑 李氏双手合十 执念阿弥陀佛 闻是喜滋滋的 在屋内张罗茶果 品兰轻轻切了一声 轻声对明兰道 这金王也太草包了 明兰拍拍胸口 坐在桌旁给自己 倒了一杯茶 慢慢喝着 常无急的在屋里 团团走了两圈 常常叹了口气 语气很绝望 哎 明兰妹子 你算是说对了 我的确不用回京城 我瞧着金王赶不到京城 就得玩完 如今能立功的 都是贫乱的军队 我要是早知道 我一早就投军去了 圣维建儿子一脸懊恼 便岔开话题道 不知这次评论是哪路大军 常无不走了 一屁股坐下道 怕是圣上 早对南边有所戒备 这几个月来 明着防备京城治安 其实早暗调出了一半的 五军人马在京郊操练 北疆大乱后 皇上也没动这支军队 京王举反其后 大军才暗中南下 与徐州伏击反贼 常无心里好受了些 他所在的中威卫隶数三千营里 就算他在京城 也轮不上他出征 五军营 那不是干老将军统领的吗 到底是老将啊 圣维和军队做过几次买卖 多少知道军中情形 谁知常无摇头 不是干老将军 是皇上心拔着的一位将军 原也是军中全军子弟 听说皇上为藩王之时 便多有看重 此次便寻机提拔了 将来怕大有前程 明兰眼睛一亮 笑盈盈的又给自己添了半杯茶 道 是吗 这位将军倒有眼光 当年八王爷在众皇子中 可以说是冷灶中的冷灶 文不如三王 武不如四王 尊贵不如五王 惠来世不如六王 受宠爱不如先帝的几个老来子 只有生母卑微的程度 倒是首居一指 居然会有人想到投资这支冷门骨 简直巴菲特他老哥呀 盛围也是大有欣慰 暗暗盘算着要和这位军队新贵拉上关系 是哪位之前可有听说 长吴似乎死心了 叹气道 听说叫顾亭夜 屋内众人一片茫然 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明兰含着一口水 举着茶杯 足足看了有半客 才艰难的咽下 谨慎的问道 这个怎么之前没听说过 二哥哥 就算武官不必像文官一般 慢慢熬资历 难道可以从白身 一步拔着为将军的吗 一眨眼 老母鸡变鸭呀 三个月前还和曹邦一起 行侠仗义的江湖大哥 怎么一会儿就成了平乱大将军 果然军民合作呀 长吴精神大振 从京王叛乱以来 自己这个有阅历的大老爷们 就一直被小堂妹提点 还不得不承认 他的确说的精辟有理 今日总算逮着一机会 可以摆摆兄长的见识了 他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大声道 妹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 那顾将军 早年原就是正七品的上十二位迎卫 这不过是个闲职 不少京城全军子弟都有的呀 怎么不见他们也当大将军啊 明兰几乎失笑 自己那位假定追求者梁寒公子 也有这个职务 长吴语气颇带羡慕 转述精灵的军报道 要紧的是 这位顾将军深受皇上赏识 自圣上登基后 他已领了郑无品的精卫指挥使司政府 如今领军平叛的也是事先领了皇上的暗指 明兰无语了 扎巴了下嘴 呵呵干笑两声 走过去给长吴添上茶水 一脸乖巧 二哥哥 你晓得的可真多呀 难怪我爹得尝夸二哥哥有见地 长吴咧嘴而笑 觉得气顺多了 这小堂妹 就是这点可爱 以后堂妹夫要敢怠慢她 她一定 顶力相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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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قول 感谢观看